已经加入英国国籍了 不管你是老的贴纸绿卡 还是BRP绿卡 到12月31号都要到期了 怎么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和它的解决方案 大家好 我是伦敦老刘 首先要说明一点 如果有可能的话 已经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 建议大家可以优先考虑 申请中国签证 申请中国签证的好处呢 就是不用绕来绕去 也不用花钱去做各种各样的 繁琐的一些事情 话说的是 有可能而且是大概率 你的中国户籍 在未来的某一天 有可能会被取消 关于户籍被取消这个事情 其实因人而异 有的人呢 是相对比较注重 国内的一些资产 和一些相关的一些安排 有的人呢 可能不考虑这些 那取决于大家 对于这个国籍 对于这个户口的 这个概念是怎么去看 还是那个观点啊 能申请中国签证的 尽量申请中国签证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如果说你不想申请中国签证 应该如何去面对 和如何去抓住问题的本质 如果你不想去办理签证 你想有一个过度的方法 或者说有更长时间的 能够自由的往返中国和英国 会遇到什么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先看关键原则 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原则是 中国边境 你一定出示中国护照 英国边境一定出示英国护照 这是第一个关键原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常见问题 第一个常见问题 入境章 进入中国的时候呢 很多人担心会被问到 入境英国的时候的章 这个其实可以解释是什么呢 可以走英国的电子门 它不是说只有护照 才可以走电子门 你只要有长期签证 包括绿卡 你是可以主动登记 自己的指纹和护照信息 包括签证信息 是可以走电子门的 所以说如果被问到 你的英国入境章 你完全可以说 我进英国走的电子门 第二个问题 很多人担心的是 中转周期的问题 从迪拜中转的时候 你拿中国护照入境迪拜 拿英国护照出境迪拜来英国 这个时候不用担心 迪拜政府是有你的完整记录的 他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会有任何的 所谓的预期停留迪拜的 这种可能性 第三个问题 电子门 大陆地区签发的护照呢 基本没有问题 可以直接使用电子门 但如果说你的护照是驻外使馆 签发的 那可能第一次使用电子门的时候 会遇到障碍 你会被要求在机场 现场采集指纹和采集面部信息 做完这个流程之后呢 你就可以无障碍地使用电子门了 所以电子门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没有那么复杂 第四个问题 电子门的开放时间 大部分情况下 北京上海都是全天候开放的 但你要说非得找一个 比如说郑州这样的城市 它就不一定是全 它就不一定是全方位开放的 那如果说没有走 没有开放 但如果说没有开放电子门 走人工通道 其实问题也不大 除非你自己本身是有问题的 第五个 孩子走电子门 就如果说你进英国的时候 孩子没有满14岁 那你只能走人工通道进英国 这个时候家长注意了 你最好是用英国护照 陪伴孩子入境 不要傻乎乎的 觉得自己聪明 拿出一个BRP卡的绿卡 或者说老的贴纸绿卡 说我去骗一个入境章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走电子门 一定坚决走电子门 第六个问题 中国签证和户籍的关联性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大使馆和户籍 有没有联网是一个问题 有朋友十年前 一直用英国护照 加签证 加中国签证回中国 后来呢 在中国用户口本 重新申请的中国护照 一直没有用过 但是说明了十年前 它是不联网的 那现在联网不联网 这个有待商榷 需要实践的案例来分享 但我的个人经验认为 大概率联网户籍被取消 是一个大趋势 如果你申请了中国签证 第七个问题 UKVI账号 如果你没有入籍 你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对吧 尽快去申请UKVI账号就好了 如果你已经入籍了 看看以下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如果你是老贴纸 已经入籍了 恭喜你 我认为大概率 还能扛到明年年底 每次遇到这个问题 都会是中国边境 航空公司会问你 说要学扣 大概率啊 你可以告诉他 由于移民局的技术原因 我的UKVI账号申请没有成功 这个只是个人经验啊 具体的要看明年年初的 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 但是以我这么多年 和英国政府移民局 打交道的经验来看 我认为这个政治正确 这么办设这么慢的国家 再拖个一两年 完全是有机会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是BRP卡的绿卡 你一定是12月31日到期 你已经入籍了 那还是要恭喜你 你应该开始考虑 以下几个解决方案 中转 第一 东南亚中转 比如说泰国 新加坡 日本去中转 好处呢 是离家近 而且可以顺便的旅游观光 坏处是什么 坏处我个人认为是 这个国家不安全 我个人觉得不安全 在紧急情况下 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服务 而且经常出现 比如说丢行李 机场诈骗 等等等等 我不太喜欢的事情 第二个方案 迪拜中转 它好处是免签 中国护照直接走 但是要记得 要准备好往返行程单 要不然你出中国边境的时候 有人会问 说你去迪拜干嘛 你有没有往返票 因为现在的有一个风口 就是很多中国人被骗去迪拜了 电渣园区已经转移到了中东地区 转移到迪拜 坏处呢 是迪拜旅游这个借口 在紧急情况下 比如说疫情 是有可能被劝反的 因为有一个政策 接下来也有可能再次发生 叫做非必要 不出行 第三个方案 欧洲通缓 西班牙 我认为是首选 不需要投资 不需要买房 没有移民间 只要证明你有 一百万人民币的存款即可 坏处呢 是办理过程当中 有手续费 两万欧元左右吧 各种 例如租房证明啊 表格填写啊 翻译啊 公正啊 无法内记录 等等等等 杂七杂八 耗时间 耗金钱的事情 好处呢 是你可以不用考虑 迪拜这种停留时间的问题 以及紧急情况下 你可以走 因为你拿的签证 是一个长期的定居签证 第四个方案 欧洲中转 希腊 希腊的好处呢 是你投资是买的房 你可以换了一个 长期居住的权利 而且一直没有居住要求 而且没有所谓的 租房证明啊 文件啊 等等的要求 坏处呢 是房价有可能会有虚高 而且身份和房产是绑定的 你卖了房子 你就失去了身份的居住权 终于上吧 这是这次我们微信群里 讨论的几个话题 总结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谢谢